焦点182 神经冲动 甲法尼的发现 意大利科学家甲法尼在1780年代发现 以电流刺激挖腿部肌肉时 仍可引发肌肉收缩 在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后 进而发现神经元与肌肉细胞可传递电讯号 摩电威 将一只微电极插入神经元细胞内 另一只置于细胞外 即可测量细胞内外的电位差 此电位差称为摩电位 或称细胞摩电位 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凸起非常细 很难将微电极插入细胞内 英国科学家霍吉肯与赫克斯里 于1950年代研究污贼的神经元 发现污贼含有一对巨大肘土 其直径较大 较容易插入为电极 禁止摩电位 极化状态 在神经元不传递电讯号时 若将摩外电位定为0 此时所测量到的摩电位约为-65毫福特 称为禁止摩电位 这种细胞内侧的电位 低于细胞外侧电位的情形称为极化 霍吉肯与赫克斯里 发现摩电位的形成与变化 是因为不同离子在细胞膜内外两侧的分布不均匀所造成 细胞膜上有钠甲帮补每耗费一个ATP 钠甲帮补就可将三个钠离子运输至细胞外 将两个钠离子运输至细胞内 由于钠甲帮补的持续作用 而且细胞膜上钠离子通道蛋白的数量 多于钠离子通道蛋白的数量 造成细胞膜内外的离子分布不均匀 使细胞电位维持极化状态 摩电位变化 动作电位 电极在轴图上所记录到的去极化 再极化与过极化等一系列的摩电位变化 称为动作电位 去极化 神经元受到刺激时 细胞外侧的钠离子流入细胞内 使摩电位上升 此时原先细胞膜的极化状态减弱 称为去极化 预子为引发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的灵界磨电位 约为-55毫伏 若去极化的程度达到预子 细胞磨电位上升达到预子 可引发更多的钠离子流入细胞 就会产生幅度更大剧烈的去极化 使摩电位上升 而且由腹脂转为正直 可高达正40毫伏特 摩电位上升达到预子 而引发的剧烈去极化为动作电位的第一阶段 通常轴秋的预子最低 产生动作电位的起始处 在极化与过极化 磨电位达到最大值之后 细胞内的甲离子会流出细胞 使得磨电位下降 磨电位下降 恢复为极化状态 此过程称为在极化 由于甲离子流出细胞的时间较久 甲离子仍持续流出细胞 以致磨电位持续下降至禁止磨电位 甚至第一次禁止磨电位 此现象称为过极化 待甲离子停止流出细胞后 磨电位才逐渐恢复为极化状态 全有全无率 若刺激不够强 磨电位达不到预知时 就不会引发动作电位 以减少能量 当刺激够强 足以使磨电位达到预知时 即使再增加增加强度 也不会改变动作电位的高低 此现象称为全有全无率 或称全或无定率 神经冲动 轴秋产生动作电位时 可引发临近区域的纳离子流入细胞 产生新的动作电位 由于产生动作电位的区域 在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再产生动作电位 但会引发未产生动作电位的临近区域 持续产生动作电位 可使动作电位持续地沿着轴吐单方向传递 此电讯号传递的过程称为神经冲动 跳跃传导 跳跃传导 随窍之间没有被包覆的轴吐部位 称为蓝视节 或称蓝视节 因为随窍包覆的轴吐区域 无法形成动作电位 所以动作电位只在蓝视节产生并传递 如此以不连续的方式传递动作电位 称为跳跃传导 跳跃传导可避免神经冲动相互干扰 并且加快速度并节省能量 相较于无随窍的轴吐 具有随窍轴吐 其神经冲动的传递速度通常较快